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人的庙会里 看到了一个让他怦然心动的男人 但由于人实在太多 他无法跨越人海 走到他身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人消失了 后来 他每天都去祈祷 希望能再与那个男人相遇 没想到 他的诚心打动了佛祖 佛祖说 你想再遇见他 需要你修炼五百年道行 女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五百年后 他变成了石桥上的栏杆 遇到了那个男人 他行色匆匆 很快地从石桥上走过 与女孩擦肩而过 女孩还想再次遇到男人 便再一次恳求佛祖帮忙 佛祖说 你想接触他 就还得修炼五百年 你愿意吗 女孩点了点头 五百年后 他变成了一棵大树 男人已在了大树上乘凉 就在男人消失的那一刻 佛祖出现了 你是不是还想做他的妻子 那你还得修炼 女孩平静地打断了佛祖的话 我是很想 但是不必了 这样就足够了 佛祖轻轻松了一口气 笑着说 也好 至少有个男孩 可以少等一千年 他为了能够看你一眼 已经修炼了两千年 记得张爱玲写过的那段话 于千万人之中 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 于千万年之中 时间无涯的荒野里 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 刚巧赶上了 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 唯有轻轻地问一声 哦 你也在这里吗 生命是一场漂泊 无论遇到谁 都是一次天意 如果说 人这辈子都有因果 那么世间所有的相遇 都会是久别重逢 相遇在天 相守在人 小时候觉得 友谊真的很简单 你借我一个橡皮擦 我送你一支棒棒糖 就这样 简简单单拉近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但越长大越发现 拥有一段情意不难 难的是如何维系 彼此之间的感情 很多从前亲密无间的朋友 因为不曾联系 渐渐地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很多以为不会离开的亲人 彼此相伴 一路走着 却渐渐地在人群里走散了 同事阿玲 和我分享过她大学时候的摄友 她说 她和摄友有着很多美好的回忆 结伴去旅行 一起参加表演 一起外出做客外调研 阿玲以为 他们情深义重 友谊一定会天长地久 但毕业后 摄友却选择了回到小城镇 过着三殿一线的生活 而阿玲 则选择了留在大城市打拼 每天都忙碌奔波 不久后 摄友结婚了 虽然邀请了阿玲去参加婚礼 但两人之间的共同话题 越来越少 阿玲很想维系这段友谊 但她却不知道从何维系 最后便不了了之 现在 阿玲每次谈起 她与摄友之间的经历 都有一种淡淡的惋惜 俗话说 相遇在天 相守在人 茫茫人海 云云众生 相遇是一场天意 而相守靠的是人心 有一位虚云大师 当时已经113岁高龄 但她依然跟前来寺院 参观的人用心交流 并且亲自送走来人 有一位宾客很好奇 于是问大师 请问大师 为何您接待每一个人 都能如此热情 大师回答 每一个相遇都是缘分 都应该持感激之心来对待 这让我想起了 林清玄先生所说的一句话 我们微笑地面对风景 优美的地方 我们珍惜相遇的 每一个姻缘 是啊 感恩相遇的缘分 珍惜每一段 来之不易的感情 才能让人与人的距离 更加靠近 所有的遇见 都是一种偿还 人这一生 会与千千万万的人相聚 也会与许许多多的人分离 我们不必惆怅感情深浅 也不必哀叹失去的缘分 不辜负每一场遇见 才是对一段感情 最好的回应 听过网络上一段话 所有到达的地方 都必有百千万节的缘起 所有遇见的人 都必有前生后世的缘分 有些人 来到你的生命里 是让你得到成长 有些人 来到你的生命里 是教会你如何去爱 但无论是谁 我们都要学会 感恩遇见的每一个人 因为他们的出现 都为我们的生命 添加了一道绚丽的色彩 人们总说 人生如梦 梦如人生 人生如梦 是因为人生在世 未来还有许多的不可知性 梦如人生 是因为有梦 才会存在 我们对未来的期盼 我很相信这么一句话 每个人所见所欲 都早有安排 一切都是圆 一切都是圆 圆起圆灭 圆聚圆散 一切都是天意 圆就像是山中高市 晶莹雪 世外仙淑寂莫林 圆就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 厌归来 圆就像是悲欢离合总无情 一任街前 点滴到天明 走过一些路 遇到一些人 记下一些事 就会明白 这世上 所有的遇见 都是一种偿还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往事已默默重演 映在你的眉眼 你对我说月光下要坚强 时光吹散了少年 梦想在爱中点燃 落叶 轻轻 轻轻飘落在你的脚边 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遇见 我一直在人家 我一直在人家中寻找你消息的脸 用尽力气努力奔跑 只想再看你一眼 我一直在人家中寻找你消息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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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握住你的手 做你微笑的天使 等待会盛开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